五龙舞狮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 尤其是重大节日期间更是常见 人们相信狮子是祥瑞之手 舞狮能够带来好运 此次在海洋世界举行的水下五龙舞狮表演 以舞形为主题 向游客展现了象征金、木、水、火、土 五种不同类型能量的五只狮子 它们是如何打败邪恶并维持世间和平 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五只狮子分为水下和陆地两批 以互动的方式进行表演 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在印尼能感受到中国的新年文化 让它倍感亲切 热闹的舞龙舞狮及敲锣打鼓 让节日氛围变得愈发浓烈 除了极受欢迎的水下舞龙舞狮表演之外 园区也将形似老虎的狮子鱼 作为节日期间特别推荐的展示物种 因其极具特色的外形也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 去员方表示 疫情期间 它们严格实施二级社会活动限制令的标准 并加强了卫生防疫管控 游客们必须至少提前一天购票 在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前提下持绿码入园 除了海洋公园外 园内的各个景点将于2月1、5、6、19、20日 分别举行不同的新年活动 游客可在指定时间内参与 美都新闻记者 颜真黎、温子晋、Soari采访报导 温子晋、Soari采访报导